哈喽大家好,我是局势朋友,我来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期 来自于峡谷之巅超越者的一场比赛黄罗像 这一把的话,我们螳螂也去对于盲森 盲森这个英雄呢,说实话我不觉得他很牛逼 但是呢,盲森打螳螂很牛逼 每次我一楼选个螳螂,对面马上就会反手来个盲森 这次吃定我了 其实螳螂打盲森呢,有什么要点 或者说螳螂打这种前期比较厉害的战士类打野 有什么要点,其实就一招 B站,前期打不过,我们就拖后期 打不过呢,我们就置换资源 你前期打不过,你还硬着头皮跟对面打 说实话,你会崩得越来越快 而且呢,你会把队友给带崩 我们这边的话,开局先看一下我们家下路的对线情况 我们家牛头呢,开局一个闪现W把对面维恩给顶走 我就知道这把素材来了,这下路包炸的 兄弟们,切记啊,我说这话,不是压力双路 而是要告诉大家怎么去你这个游戏 你一定要切记,你想赢游戏,你单排想赢 你只有帮助你们家最强的那个人 和打对面最弱的那个人 比如这一把,对面的盲森就应该死 往死里抓我们家的下路 而我们呢,就应该往死里去抓他们家的攀森 因为他们家的攀森跟我们家的牛头是一个等级的 玩打野呢,要学会打开突破口 下路打不了,就看中路能不能打 中路打不了,就看上路能不能打 上下路都打不了,我们看看能不能点头墙 OK,我们不开玩笑了,直接进入比赛方面 这一把的话可以看到,我们通过前期我们家卡牌在敌方四脚做的视野 可以发现,敌方打野它是跟我们一样是红开的 而且它是小时都快开,它这个打野方法呢 使用两种路线,一个是拿上和解,一个是拿下和解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是去抓了一波我们家的上单石头人 是拿的上和解,我们看下石头人玩得很好 直接呢,跟对面互换了 但他这个人头一定会被盲森给收掉的 因为他那一大波兵线 而且呢,他临死之前还没把兵线推进去 下一波敌方的兵线又砍到塔前 那这个时候有个问题出现了 敌方的打野肯定是要拿上和解 拿完上和解的话,他等会又要转线去下路去拿下和解 对不对,我们这把会被控双和解 被控双和解的话没有关系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 趁敌方打野去下路的这个时间段 去找一下中上两路有没有机会 这时候我们的蛤蟆快打完了 赶紧看小地图,这个时候敌方的打野 如果说想去拿下和解的话,他一定要经过中路的 他现在还没有经过中路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肯定直接回家了 或者说再蹲上路 所以说我们直接选择来上路反蹲一下 看这个盲僧会不会再次的被我们抓到 我来到这个位置,上半去是可以打的 来这个位置之后呢,发现我们家的上单一直在那推线 其实我这边是想象的放线的 但他实在一直在推兵 那就把兵线放过去了 那这边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越塔的 如果我们家上单做的是AP装的话 是可以越塔的 但是他做的肉装就没有办法越了 只能选择回家 那现在呢,敌方打野的位置在哪里 敌方打野肯定是在下半区的,在他的蓝区,我们这边马上来下路反蹲一下 我们家辅助呢,带着眩晕,直接把我们家的AD也给晕到了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看到辅助 然后被Q挂到,什么技能都没放出来,直接死了 那这一波的话,没有任何的机会 我们只能进化升到5级 这波下路肯定是打不了了 盲僧的话手里还有大招 他一套技能就把我秒杀 我们这边的话只能想办法跟他周旋一下 等一下中单,或者说等一下队友一个W看怎么说 下路的话实在守不了 那我们只能看下这个中路能不能打,来到中路这个位置 来这边看到卡牌 手里有黄牌有想法,我们这边不用召集,定住了 当然隐身出去 他闪现拉开,我们已经能跟上平A减速 然后的话还差一下平A,直接把他收下闪现拉出来 然后这边做一个视野 这个时候呢,看注意看起来一坨,敌方打野可能要回来刷他的小鸡 那我们这边的话,把小鸡让给他 我这个血量是没有办法跟他 兑现的,他只要看我一眼,我就死了 那这边的话我很怂,我没有去反弹小鸡 如果说你这边玩的大胆一点 其实你是可以去反他的小鸡的 因为你反完他的小鸡,他的红区都已经刷新了 他现在的话还在下半区游荡 他想找我们家中单的机会 我们这边的话等一个红Muff刷新 红Muff刷新之后,刷完红去转上半区 看一下石头怪,石头人那边能不能打起来 在石头人那边是可以打RB2的 为什么在上路石头人那边可以打 因为石头人有优势 我们这边刷红Muff,还要再去吃一下自己的三郎 然后发现我们家的辅助呢,直接把ADC给放弃了 直接选择了去反蹲中路 其实他这种行为对我们打野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在上半区那边打架的 在下半区那边是完全打不了 所以他在上半区也可以对我们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 我们这边看到上单石头人被抓了 但是我们家中单是有大招的 所以说我当时这边不用着急 其实让我们家中单开启大招就行了 中单开启大招过去 果然的话,追到了一张黄牌 牛头WQR连跟上 我们这边一技能加一个Q技能 其实把他秒杀 那这边把他秒杀之后呢 敌方的双路正在压我们家的ADC 但是我们家ADC一个人在抗压 赶紧趁这个时间段多吃一点钱 把前期劣势的经济给弥补回来一点 回来的话先把这个石头怪给刷新 然后看到地方的攀岑大招飞回来 那攀岑现在是没有大招的 他龙坑团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大招 我们知道了这个信息 然后把这个野怪收一下 注意看我们家辅助的位置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呢 为什么给我们家辅助打信号 因为敌方打野复活了 可能会来上半区吃野怪的 所以说我们看这边能不能蹲到他 但是我们家辅助直接点个爆炸虎 就跳走了 那我们这波的话也走吧 接下来的话思路就很明确了 我们只要往上面区去拿先锋 然后推中上就可以了 尽量的话把这个先锋放在中塔 然后中转上 放上路的话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意义的 直接放中路 看能不能把中塔给推掉 下路的话一塔已经掉了 没关系 我们这一把的话主要是打经济就行了 只要经济不落后 我们拖到后面总会有机会的 我们今天的话不用着急 先把这个来的先锋给打掉 如果说这个时候 盲森在上路要跟我们接这条先锋团的话 那我真的要笑死了 因为上半区 他肯定是打不过我们的 我们这边看到 中路有没有机会 中路没有任何的机会 那过来先把这个先锋给打掉 打这个先锋的眼睛 这样打得快一点 把这个先锋打掉之后呢 看中国的面对不能反蹲 其实中国这边是可以打的 因为卡牌上也有点优势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看怎么说 地方的中单已经消失了 这边的话 中路最多有三个人 我们大人已经过去 牛头WQ2连直接顶到 然后被T技能推杆 围技能跳上去 直接被盲森一脚踹开 然后这边莫名其妙 盲森过来一个Q技能 加个平衡 直接把我秒掉 这一波其实我是有点纳闷的 为什么会没打过呢 这一波其实我挺奇怪的 如果说我们过去 先把这个维恩给击杀 其实敌方的盲森 是没有办法一打三的 还是人家还有一个辅助 那个辅助是最没用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上单莫菲特 跟我说把先锋放到他那里 如果说我们这一波 把先锋放到上路的话 那么很好 那我们中路肯定是没了 因为中路三个人 我们把先锋放到上路 中路肯定是没了 只能在中路这边 做一个反端 这一波我觉得是可以打的 所以说我才会选择在中路 但是这一波没打过 这一波没打过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前中期都炸了 前期的话已经炸了 但中期的话 因为这一波没打过也炸了 如果说这一波打过了 我们经济可能会拉回来很多 那这波没打过的话 我们只能把这个先锋放到中路 然后看起来能不能转上路 如果转不了的话 只能回来刷自己的野区 这个先锋现在不放 等会也放不了了 他们现在中路没人 如果等我他们中路就位了 我们中路肯定是放不了了 来到这个位置 放先锋 然后盲从过来抓我 没关系 躲在这个小屏后面 eq大人隐身 躲在这个小屏后面 不让他q我 但是他还是q到了 面是大人隐身过来 等一个q进的cd 他直接闪现往那个先锋那边撞 不愧是练烧零似的 铁头弓都出来了 这波没有被他们造成击杀 成熟我们好运啊 这也是我们带的是 真部的螳螂有一个容错 我们过来的话 把自己的红区给清干净 然后的话回一波血量 升到9级 看能不能再去中上路铁 大家知道吗 在我们劣势的时候 一定要去找机会 跟对面打架 因为你劣势的时候 我说难题你 你的人头是不值钱的 但对面的人头很值钱 明白吗 你打输了 你本来就本来 又要输的局面 你输了就输了 但是你打赢了呢 那你就可能有可能翻盘 明白吗 所以在劣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找机会 跟对面打架 一定要去寻找 哪条路可以打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 双路都来了 那这边上半局肯定打不了 那我们这边 又被对面的辅助给追了 那这边只能一级的先跳开 先忍一下 我这边以为呢 他应该不会追我了 所以说我想去打一下 那个下路的河系 看能不能把下路的防御塔给拆了 致换一个资源 但他闪下下来给我挂点火 我这边很服啊 一个W回波血量 还是被他逮走了 然后呢 把视角转向于我们家的下路 下路的话 他肯定也要死了 这个位置还不走 直接被敌方的卡特丁 一套技能给造成击杀 其实看到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这一把 好像看起来是没什么希望了 对不对 我们家下路一个奶牛 加上一个黄毛 这两个人呢 中期开始乱搞了 但这个时候呢 我没有办法去安慰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号禁言了 要不然的话 我这个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说 好好打 有机会 因为我知道这一把呢 敌方也不是特别会玩 为什么敌方有个潘森 那个潘森呢 跟我们家的牛头是一个等级的 所以说我们这把 只要找他的机会就行了 他在前期 可能没有给我太多的机会 但在后期 我只要找到他一波机会 打一个人数杀 这场游戏就瞬间逆转了 明白吗 这个游戏到后面呢 想赢就是靠两个东西 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人数 当人数相同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考虑 站位和阵容明白吗 我们这边直接过来反蹲一下 这个潘森 来了这个位置 直接Q技能 引申出去AQW 但是他很肉 我们这边引申到后面AQ 他这波手上可能有闪现 闪现的话 没有办法成年减速 A 然后E 这边的话伤害差了一点 一技能跳出一个W 只能跟他换了 伤害实在是差了一点 随着我的这一次死亡 八分钟的话 经济已经落后5000多了 我们死亡的时候 看一下中路 这边的话中路打起来了 好像是要打赢了 这边的话 把敌方的中单直接给秒杀 但敌方的ADC秀起来了 我们家的话 没对ADC没有任何的伤害 全队的对ADC 唯一有威胁的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在后期 我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最起码我不能再死了 这一波的话 虽然说中路表面好像打赢了 但其实没打赢 但是也算是赢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吃了一波下路的赏金塔 说难听点 我们家死了这三个人 加起来的布鲁那一座赏金塔之前 这一把的话 已经劣势到这种局面了 就是人头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赶紧去吃这个赏金塔 把经济拉回来一点 主要呢 就要是打后期 其实呢 这个版本是比较容易翻盘的 只要队友不是太夸张的情况下 我们打到后期 稍微打一波 赢的团战就翻盘了 因为连续吃几个赏金塔的话 会给你很多钱的 都是我们到会去打一个人数杀 这边看到我们敌方的卡达丁 给机会了 来到这边一个人带现 我们这个草是有真眼的 所以说这里没有视野 但这个卡达丁的非常给 非常的那个 我看出来 他是想试探一下这个草丛 我们这边不着急出去 是想要 这个上台石头人过去 给个那个的 给个机会 给个身位 看他敢不敢打石头人 但他很聪明啊 不跟我们家石头人打架 这一波的话 不能往前走 往前走的话 肯定中沉没了 中沉没的肯定直接跳走了 这边的话先把这个视野给排空 看下能不能把这个上路的 长进塔给吃了 现在的话 我们目的只有一个 就干嘛呢 抓对面的单 只要对面谁赶出来带现 我们马上带一大堆人 过去抓他们的单 然后尽量的去打一个人数差 就算在劣势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去五打四的 五打四 螳螂是很容易造成对面的击杀的 一旦对面跟我们四打五 他们输了 那我们直接就有可能去翻盘了 不信的话 我们看这一把 这一把的话就非常经典的一书 人数差的团战 我们这边辅助 直接当对面瞎子是瞎子 当着对面的面反蹲他 那地方瞎子不可能上当的呀 我们现在看小地图 地方的上单 还在下面在那边带现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小龙大龙马上就要刷新了 他这时候带现就给机会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看他怎么说 他呢也是比较牛逼的 直接不大招飞走 他直接一个金生 把这个上单弄死之后呢 接下来千万不要去 无脑子去带现刷野 接下来干嘛呢 一定要去找机会 跟对面打起来明白吗 因为我们现在是 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我们现在是处于 有一个人数优势的阶段 如果我们在这个敌方 上单死亡呢 这二十几秒 这些是个时间段里面 跟对面打架 我们大概率是可以赢的 一旦赢了会有什么后果 一旦赢了 我们等会就可以打大龙了 明白吗 看到没 我这边的话很调皮 直接赶过来搞这个盲僧 为什么呢 只要他敢跟我打架 我队友不是脑瘫的话 都会过来支援我的 我支援希望的 就是打起来 打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有可能赢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大龙 那么大龙就打小龙 游戏就已经赢了 明白了吗 但是呢 对面很稳 不给我们这个机会 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回程 直接往上面去抓这个 对面的上单 对面的中单 卡萨丁 对面卡萨丁呢 经过我们这一把 十几分钟的观察 也可以发现 他是一个非常装逼的中单 我们呢 就专打这种装逼的人 我们打开经济面满一看 十一分钟 我又一万多的经济 这个经济呢 虽然说没有做到分金一千 但是也比敌方的中单 经济较高 所以说他敢在我面前装逼 那我可以随时把他造成击杀 他不是盲僧 我是随便给单杀他的 注意看 这个时候上路有一波线 这个线只有一个人 去带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抓他 是谁 潘森 卡萨丁就带 我们都抓不了 因为潘森在中单的话 他是可以随便支援的 所以说只有一个人 去带线的时候 我们才能抓他 只有潘森 我们来到这边 看到潘森果然上去了 我们紧随其后 跳过去呢 直接一套技能 为什么大家这边 直接跑路了 因为我看到了盲僧 在这边那边帮他反蹲 是个盲僧很惊 他想坑我 没坑到 但是这一波 敌方的上单 血量不健康了 我们来这个位置 看能不能把他造成击杀 我们这边的话 疯狂可得有打信号 因为这个位置是可以抓的 但是我们家辅助的 鸟都不撩我一下 看到敌方上 在这边给机会 但是我又抓不了他 心中的非常的 就像十万只蚂蚁在爬一样的 搞不死 他非常难受 这边他没有办法跳下去 就因为我一个人肯定伤害不够 把潘森赶走之后呢 发现中路打起来中路打起来 他潘森肯定是跳下去了 我们赶紧来到中路支援 看下这波中路能不能打起来 我们家上单跟潘森互换了 但是敌方的主 adc呢 状态也不是很好 我们来这个位置 我出了对面那个dc 只有我一个人能杀 这边的话 大人隐身 等一下大招 大人隐身出去 索丁地方的dc 意见的跳出去 及把dc秒了 然后赶紧意见的拉开 这波的话 我们家队友全死 我看了一下我的伤害 伤害也不够 这边的话只能闪现拉开 打了一波 二欢二还行吧 不管是二欢二 还是一换一 还是三换三换四换四 我们都是赚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处于劣势方 我这边还想把这个中路兵 给处理一下 但是你们看这个敌方的卡泽丁 虽然说我可能 局势不容浪关 讲话低俗了一点 对吧 但是你们看敌方的卡泽丁 确实挺装逼的 对不对 装逼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这一波阵亡 他回家传送过来 我也无所谓 因为我这一波 就是要跟他拼一波惩戒 机会转瞬即逝 我是不可能 跟他一直拖下去的 有机会四打四 我一定会跟他拼一波惩戒 这一波如果输了 那就怪我赢了 那我们就一起 拿下敌方的水晶 这边一个Q层 直接拿下 敌方打野呢 直接传送下来 但是被我们家的服务给开到了 这边的话 故意W过去 直接把他秒了 所以你地方的ADC 你帮你第一次还很少的血量 我一级呢 被他一级呢 直接弹开 很会玩 没关系 给我掏了个去 这边的话 我们看看这些 ADC就不到了 现在吧 后面呢 先把敌方的虎座给吃掉 造型奇杀 杀完敌方的虎座之后呢 先把自己虎猫猫给秒掉 买完虎猫猫 看到敌方的ADC也死了 但是我们家上单血量也很残 这边的话赶紧去推敌方的高地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人正式卖到了后期 后期的话 大龙结束 大龙结束之后就小龙 我们现在要干嘛 一定要把敌方的这个卡子 你给秒杀 看到这个卡子 你还在这边吃野怪 那我这边不客气了 直接把他秒杀 秒杀了 但没秒安全秒杀 他想还手 那我今天先拆掉 敌方的高地的吧 这边拆掉敌方的高地 小龙马上上星了 这个时候呢 千万不要回家 一定要去打这个时间 他利用这三四秒的这个时间 把这个小龙给拿下 拿完这条小龙赶紧回家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经济已经弥补回来了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打野 一定要先打这个小龙 打完小龙赶紧要走 大龙拿完小龙 这一波的话 我们的经济已经比对面 不指高不低了 顺利拿完小龙 这边的话看一下这个河蟹 河蟹的话可能拿不了了 直接选择回城 这边的话没有任何的机会 打个探照 过来呢 刷自己还自己的野区 十四分钟 将近十五分钟 我的经济的话 也来到了将近一万六千 看一下敌方的打野经济 只有一万二 一万二的盲僧 凭什么敢在一万六的螳螂面前叫嚣啊 还有一个一万一的卡拉丁 这一把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赢了 明白了吗 这就是我们说的 到后面 先把这个卡扎丁给秒了 看到这个卡扎丁这个位置 不用着急 这边的话等一下队友 卡牌落地了一张红牌 没有办法 红牌大师 直接把敌方的卡扎丁给放跑了 那这一波很可惜 如果说这一波卡扎丁再死的话 我们有可能直接一波的 但是这一波我们家队友非要跃塔 这一波看一下这边能不能打 我估计是跃 估计是打不了的 虽然说敌方的ADC不在 但这一波是不好跃塔的 先过来把中路兵线给处理一下 大家还记得吗 我是几杠几开局的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2-3或1-3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一把 现在的战绩是什么的 8-3 我们这边本来要刷自己的红区 但是呢 发现我们家双路在那边 敌方的高地都没打架了 这边的话 对面我都有想跃塔 对面的ADC暂时不在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看这波怎么说 有没有机会去把他们造成杀 锁定一方的ADC 一定要进去先杀AD 跳过来呢 一个Q就能直接把AD秒了 然后大家在影像拉出来 跳来再一个EQ加坪也全部秒杀 然后锁定定卡拉丁 一个W闪 直接一个大失误 跳过去呢 直接被他们反杀 我靠兄弟们 这一波真的是我失误了 如果说我这一波W闪命中的话 操作稍微的不那么抽象一点 这一波可能对面的水晶就已经爆炸了 但是失误了 没有办法 那我们只能去打下一波了 下一波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要围绕着这个大龙来打这个团战 团战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从前期的很劣势 也完全接不了团 到后面的话 可以完全越越敌方的防御塔 还能给对面打一波阿换三 而且呢 对面还被我们打跑了 所以说我们证明 我们接下来的团战能力 是要比对面强的 我们只要稳扎稳打 在大龙那边 去跟对面打团就行了 注意看我的视频 最后一波团战了决胜团 我选择了带什么呢 不带假眼 而选择带扫描 带扫描去压制视野 去看能不能尝试去 抓对面一个老单的 今天的话 我看到敌方的卡特丁 下了个带线 我又想去开自己的麦克风 叫我们家队友去抓他的 因为他又在给机会了 但是我发现自己被禁言了 很难受 那这波卡特丁很聪明 带了一波线之后呢 发现大龙马上刷新了 马上选择不去带线了 那过来 我们来到大龙这边 看下怎么说 这波断了团战 就是决胜团了 谁拿到这要大龙谁就赢 我们过来的话 先把这个和谐给打掉 注意看 我们现在身后身上就有扫描的 看到敌方的盲僧了 他没有抢过我们的和谐 我们这边的话直接开启扫描 不用着急 看这波怎么说 来到这个位置 注意看 我这边想找一下敌方的adc的 我们家卡牌开启大招 adc跑得很快 没有办法 那只能先他这个攀森了 攀森的话 直接被我们秒掉 这一波的话 顺势一波五打四 然后地方中单又给机会跳过去之后 两个技能 直接把地方所有人给秒掉 这边他不要着急跳上去 为什么 因为盲僧是有大招的 就有踢技能的 我们不要上去吃他的那个技能 这边都看到敌方的辅助 一个一个的被我们造成击杀 他们的话团战直接溃败了 我们这边的话 先别着急 等一下中东的兵线 这波中东是有高地 是有那个炮球兵的 他们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去守 守塔的 他们两个没有那个范围性伤害 盲刺这个英雄说后 说难听点后期的话 是个fw 直接被我们家的牛头给wqr连开了 我们这边的话w看见怎么说 一个异性的先过来打这个adc 一定要先把这个adc搞到人机杀 对面的adc对我们家的后排 对我们家的前排威胁非常大 我们这一把只能去针对地方的adc ok 那么这一把的游戏 到这就差不多结束了 为什么这一把会赢呢 就是因为我们不断地在跟他们打游击战 不是在找上路的机会 就在找下路的机会 不是在找下路的机会呢 就在找机会吃地方的上升卡 我们的经济永远不会落下 一旦这边有失误 那么直接就被我们一步打下 ok 那么本视频到这差不多结束了 我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